那會弄到一陣的場合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在那個重大的情節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觀看我們整個四香舞蹈 或甚至觀看某一個人 會給場所這邊最高決策者這邊 去瞭解我們整個四香舞蹈 整個分配 上面各個的出水量有沒有什麼異常的部分 這是一個總共的部分 那我們會在這樣的戰型平台上面 我們會用這個平階面試 讓我們整個視野可以看到很多的一種 螢幕的畫面 那分別像這邊有監測的清單 有監測站跟監測點把它做歷時的出版 那我們運用視覺化的一個效果 人是視覺的走 去觀看我們的所有數字 是不是有特別異常的燈號 那像這邊我們也導入我們 同境學員上面所使用的一個三個秒準差 六十個馬 在這邊我們會給一個輔助 像這個燈號是紅色的燈號 圓內來講它可能是偏高或偏低 那至於是不是已經要發出警告的Alarm 是HIGH或ROW 這可能就要看到時候的數值而定 這邊可以給一個輔助的一個項目 是說 讓我們知道說現在的數值 跟這一個月來的供選模式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那我們如果把捲軸往下拉 現在可能都是很正常 如果它是有特別的很好異常 假如說這邊的壓力不然巨漿變成0了 它可能它就會跳出一個警告 我們騙著紅色燈號或黃色的燈號 讓我們使用者去操作 那這個就是回規 我剛剛所說的一個視覺化 我們可以捲軸去拉 有異常看顏色就可以去判斷 不需要一個點一個點去 錄它的一個數值跟顏色 不一樣 所以這邊代表的都是監測站 那監測站的底下 像這個監測站底下兩個都是綠色的 那我的這個圈圈就是綠色 那如果每個監測站底下 它假如有一個點位是黃色或紅色 代表是它已經有警戒指了 那這個燈號就會點 那其實我們可以點這個監測站底下的一個監測點 像這邊裡面我們目前拉了兩點 在這個監測站 它就可以秀出來它的監測點叫做水位以及壓力 那特別的數值為何 那如果它的下面的訊號如果更多的話 它可能會有很多的叫 那我們這邊預設會兩面 它有10個或20個訊號 那我會去挑六個 下所運用的這個畫面 是可以呈浸在這邊 甚至呢 我們總共目前開發的型態 其實也有很多種 那它有共同不同的特色 我們其實我們可以去做切換不同的一個模式 在這個應變平台底下 我們其實我們的1號這邊目前是亮綠色的 然後亮再切換另外一個比 就是會跳出另外一個畫面 那我們如果看風水的話呢 會有滑溯的壓力氣 還有這個水庫的意味 一些重要的訊息 那這邊有做一些那個 那這邊有做一些那個 它也重要一些 它的水位 它的水位 它的水位有亮的資訊 那它也有泡溫來吹溫的 壓力 我們也知道這個方法是正常 然後最主要它 還有像我們一個水庫來講 還有一些它的電流電壓 電流電壓 一些重要的一些訊息 那這邊為了保護這邊 因為現在水庫區 或是說配水池這個地區 它因為它可能會有 累積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整個系統裡面 有做電力跟移控的 離表的一些 壁壘一些電力的設施 所以最主要是把 每一個外站的 它的一些訊息 可以透過 無線或是有線的方式 把它傳 把資訊傳回去那個 中控中心 還有中控中心這邊 做整體性的一個調度 或是說 準備說下次的時候 我這些水源調度的時候 然後怎麼讓我有 比較充沛的一些 自來水的圓水的來源 那這個東西最主要是 它還有記錄的功能 也就是說 當我現在通訊終止的時候 沒有訊號 我會先把它 流量的數值 用戶的一些 智慧管理的一個 智慧管理的一個 功能模式 會先把它儲存在 這一個 NBIOT 物聯網的這個 傳輸模組裡面 那等到我通訊量好的時候 我會再把它所有的資料 再回傳回到平台裡面去做 做管理 我的傳訊設備也是防水 我的電源模組也是防水 我在這邊做壓力的一個管理 這個點 會有把壓力跟流量的數值 一起回傳到我們的監測平台裡面去 那它是不用靠外界電源的 就像這一隻 就像這一隻 沙波